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喜片 84年的夏天 影片开场 在美国郊区一个祥和的乡镇 老百姓们过得宁静而安逸的生活 虽然邻里之间都非常的和睦 彼此也都是不笑不说话 看上去其乐融融 但在很大程度上 这都是一种表象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画龙画虎男画虎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任何一个人 包括你我在内 谁又能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呈现给别人呢 铁锤是一名中学生 活泼好动聪明过人 此时他正在利用假期的时间 勤募俭学 替社区的邻居们送报纸 警察鸡贼叔是铁锤的邻居 虽然勤劳能干身体不忘 但老大不小了 还是没找到对象 铁锤给鸡贼叔送完报纸 帮着鸡贼叔抬东西 他一进鸡贼叔家 就看到桌上和墙上 放着好多的照片 鸡贼叔和亲戚多了也麻烦 帮不上忙不说 还整天一天乱 当铁锤帮着鸡贼叔 往地下室搬旧家具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阵 叮噜光荡的声音 把铁锤吓一跳 铁锤说那里边啥玩意儿 鸡贼叔说啥玩意儿没有 你甭瞎打听 铁锤有三个好哥们 狗圣胖堆和小眼镜 这几位平时没事的时候 爱玩一种叫追捕的游戏 一帮熊孩子大半夜 不去叫拿着手电筒疯跑 虽然最近总有孩子 失踪的事件发生 但这帮孩子 根本没当回事 铁锤这边刚藏好 突然看到鸡贼叔 正给小孩有说有笑 这鸡贼叔单身老狗一条 也不知道这孩子 跟他什么关系 铁锤所住的小生 属于弹丸之地 大家平时都是 低头不见才能见 铁锤这帮孩子 整天在镇里乱看 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这帮孩子 比小脚针机队的嗅觉还灵敏 春花是这个小镇上 最漂亮的女孩 也是铁锤这帮孩子 心目中的女神 铁锤的爹地是一名记者 一天晚上 铁锤无意中偷听到了 他爹地跟同事的对话 说有一名连环杀手 给报社寄了一封信 声称自己在过去的 十年里杀了13个男孩 联想起最近发生的 几起孩子失踪的案件 铁锤认为这个连环杀手 就在附近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电视里也播报了 关于连环杀手的新闻 说这个杀手 是一个30岁到40岁的 独居白人男性 都是以12岁到16岁的 男孩为目标 几个孩子听说连环杀手 就在附近 都激动的不行 这个年纪的孩子 不仅叛逆 而且爱幻想爱冒险 住在这么一个 死气沉沉的小镇 整天都盼着 有大事发烧 这就是平时所说的 唯恐天下互乱 随后 铁锤等人到图书馆 查阅了关于 连环杀手的新闻资料 果不其然的 被害的那些孩子 都跟他们年龄差不多 铁锤在吃早餐的时候 无意中在牛奶盒子上 看到了一个孩子的 虚人启事 不久前 铁锤跟小伙伴们 玩追捕游戏的时候 曾经在警察 鸡贼叔的家里 看到过这孩子 铁锤说 根据我的判断 鸡贼叔就是 那个连环杀杀饭 狗胜说 我哥哥在杂物店上玩 他说鸡贼叔 每个星期都会去杂物店 购买一百斤的泥土 说是用在他的花园里 铁锤说 又不翻修 又不搞扩建 用那么多泥土干嘛 肯定就是他干的 狗胜说 他可是个警察呀 铁锤说 正因为他是警察 非常清楚 警方的办案手段 因此到现在 还没本人发现 为了拿到 鸡贼叔犯罪的证据 这帮孩子 首先摸清了 鸡贼叔的坐骑时间 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下班 周末都干什么 研究的是一枪二出 晚上趁着 鸡贼叔出去跑步 四个孩子 翻了鸡贼叔的垃圾桶 可啥玩意儿也没找到 到了后半夜 炮灰地背着包 独自走在去鸡的街道 时间不大 就被连环杀手一往下 为了更好地监视鸡贼叔 铁锤等人 把一个对讲机 偷偷放在了 鸡贼叔的门口 他首先用交代 把对讲机的案件 给站住 然后用另一个 对讲机切听 希望能找到 更有利的证据 不过他们的行为 很快就被 经验丰富的 鸡贼叔也发现了 晚上铁锤在 偷窥鸡贼叔的时候 发现鸡贼叔 也正拿着望远镜 往他那边看 这下可把他瞎撬了 铁锤急忙 召集小伙伙们 开了一碰诺会 大家决定分头行动 两个人负责监视 另外两个人 负责去挖 鸡贼叔家里的花园 企图在花园里 能够找到 被害人的尸体 狗圣和铁锤 累得跟孙子似的 可是啥玩意儿没找到 两人摸到 鸡贼叔的工具房里一看 铁锤有了重大的发现 这件衣服 正式寻人起身 要那孩子穿的 并且在衣服上 还有斑驳的血迹 四个孩子会合之后 又迅速开了一总结会 经过分析 大家一致认为 鸡贼叔就是那个 连环杀人犯 随后四个人 把这件事 告诉了铁锤的电话 铁锤的爹地 胡子叔一听就笑 说你们这帮 倒霉孩子 甭再恰胡闹 这种类型的影片 基本上都是这样 必须有几个胡同态 甭管证据多么的确凑 他们永远 向那罪犯不定前 随后 胡子叔带着几个孩子 去向鸡贼叔道歉 鸡贼叔说没事 小孩子嘛 调皮捣蛋 我都习惯 第二天那一早 鸡贼叔突然不亲自来了 鸡贼叔说 那天你在我家 看到的小孩 是我外上 铁锤说 那你能不能 给你外上打一电话 以证明你的清白 鸡贼叔给外上打电话 可等了半天也没人接 等鸡贼叔走了之后 铁锤迅速查了 刚才鸡贼叔 所拨打的电话号码 铁锤一听 当时就猛了 因为鸡贼叔 所拨的电话号码 是他自己家的 到了晚上 当铁锤正在 跟小伙伴们 开会的时候 电视里 播出了一则新闻 说鸡贼叔 已经把那个 连环杀杀犯给抓住 铁锤的妈咪说 鸡贼叔可是个大英雄 你可不能再 往那身上破葬水了 虽然新闻上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 可铁锤根本就不信 他觉得这事 过于的巧合 认为这就是 鸡贼叔 为了脱罪释放的烟雾弹 专门就是给他看看 经过铁锤耐心的做工作 狗胜胖嘴和小眼镜 决定和铁锤 一起展开行动 转过天 镇上所有的人 都去参加 一年一度的海温节 趁着这个机会 铁锤带着他爹地的摄像机 和胖嘴偷偷摸到了 鸡贼叔家 而小眼镜和狗胜 则负责监视 鸡贼叔的一举一动 两人刚进屋 春花突然出现了 把两人吓一跳 春花说 我这人还凑热闹 算我一个 随后三人扛着摄像机 摸进了 鸡贼叔的地下室 果不其然 这鸡贼叔还真是 那个连环闪闪闪犯 而且他们在地下室 还把之前被绑架的 那个炮灰地给救出来 从墙上的 被害人的照片上来看 铁锤就是下一个 看完铁锤等人拍的视频 警长马上派人去抓鸡贼叔 可此时的鸡贼叔 早就虚晃一绕杂子聊了 到了后半夜 鸡贼叔摸到了铁锤家 把铁锤和胖嘴全给绑架 哎呀 在这种情况下 警察也不采取点保护措施 影片的最后 鸡贼叔杀了胖堆 但是却把铁锤给放了 用鸡贼叔的话来说 留你一条命 让你永远提心吊胆地 活在恐惧中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警 平时生活得注意 遇到反常要警惕 罪犯也是普通人 也许救助你隔壁